2035年人类第一艘光速飞船诞生 结果却在飞行中被高级外星文明拦截 宇航员桑标正准备驾驶光速飞船 飞往6000万公里的火星 预计三分钟就能到达 而桑标也将是史上最快的来人 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光速飞行尝试 没人知道结果如何 做好一切准备后 桑标船启动了光速飞行模式 只见空间一阵波动 飞船瞬间消失在太空中 在光速飞行下 飞船与指挥中心失去了一切联系 他记录周围着飞行的状态 感受从身边划过的流光 三分钟后 桑标便抵达了火星轨道附近 指挥中心的人非常高兴 人类的第一次光速飞行取得成功 然后桑标将一颗卫星发射了出去 用于后续的监测 就在桑标准备启动飞船返航时 意外却发生了 无论怎么启动都没反应 指挥中心也没检查出问题在哪里 然而下一秒 一股神秘力量将飞船带走了 几秒后 飞船停靠在了一个神秘区域 前面有一个巨大的光